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重点3这个余弦定理 那它跟正弦定理一样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呢 一样abc呢 代表三个角 小a 小b 小c 是它的对应的三个边 那正弦定理他是这样说 他说的这个a平方 会等于b平方加c平方减掉两倍的bc cos a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是说第三边的平方 会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和 减掉这两边所夹的余弦的角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证明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跟前面一样sine a呢 是这个b分之这个cd 好 那cos a呢就是b分之ad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cd呢 是等于bsin a 好 那ad呢是等于bcos a 好 所以呢 这里你就知道bd 好 bd bd就是全部的长c呢 减掉bcos a 好 bcos a 好 好 就是说 他这个bd就是c减掉这个ad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直角三角形 好 这一个bcd 右边这个直角三角形 我们知道斜边的平方 会等于这个两骨的平方和 好 所以斜边的平方会等于两骨的平方和 好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cd呢是等于bsin a 把它带进来 好 bd呢是等于c减掉bcos a 带进来 好 那这个就把它展开就是b平方 sin平方a 好 那这个展开呢就是底下这个c平方减2bccos a 然后呢 好 这个的平方就是b平方cos a 好 那 这一个跟这一个呢我们可以提出这个 好 供应数b平方 那sin平方a加cos平方a角度一样 所以它就等于1 所以最后我们就得到是b平方加c平方 减掉2倍的bccos a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证明完 a平方等于b平方加c平方 减掉2倍的bccos a 好 好 那刚刚我们就证明完这个其他椅子类推 好 那这个是sas型的 这是两个边加一角的 那第二个呢是椅子三个边 这是椅子两个边加一角找第三个边 这个是椅子这一个三个边 abc都椅子 要求三个角 abc 好 那这个你只要把它移向就好 把这个移过来 这个a平方移过来 所以就会变成b平方加c平方减a平方 再把2bc除下来 所以你就会得到这个式子 好 其他呢以此类推 好 以上呢就是余弦定理的重点讲解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学数学的这个例子 好 那这个的话呢它给你一个图 两个边加一个角找第三边 好 所以我们知道第三边的平方 a平方会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 和 减掉这两个边加这个cos a 好 所以这里的话 a平方就会等于2的平方加1的平方 减掉 两倍的2乘1 然后cos 120度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cos 120度 就是等于这一个 cos 180度减掉60度 好 第二向线cos是负的 所以是负的cos 60度 那cos 60度就是sin 30度 所以是负的2分之1 好 所以这个地方负负得正 好 好 那2跟2 约掉 所以这个是4加1 再加2 好 所以a平方等于7 所以我们得到a等于根号7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看 其实呢 这个只是要验证 啊 一个啊 345的这个直角三角形 好 那我们看一下 那说呢 这个直角三角形abc的三边长呢 是345 好 那要我们求这个cos c 好 那其实 这个cos c 这个c 你已经知道 我们原本就知道它是90度 只是现在 给你看一下 它其实只是余弦定理的一个特例 好 那我们知道cos c呢 cos c 我们前面就是 啊 如果乘过来是2bccos c 好 那c平方移过来 就是a平方加b平方 减掉 2abcos c 移到了这一个 好 这个式子 好 那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好 我们把这个 好 a等于3 好 这个对到这个是ab等于4 c等于5 把它带进来 那cos c呢 等于0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cos 90度 等于0 所以角c就是90度 确实没错 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好 以上呢 是数学数学的讲解 接着我们来看看老师讲解3 好 好 它说在三角形abc中呢 这个 角a等于60度 好 那ac等于4 ab等于5 要我们求这个bc的长 好 所以现在呢 这个ac呢 ac等于4 那ab呢等于5 要我们求这个呢 那假设这个地方是60度 好 两个边夹一角找第三边 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利用余弦定理 第三边的平方会等于另外两边的平方和 这个 减掉两倍的这两边相成 夹这个cos a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来 那cos 60度的话 就是等于这个 二分之一 好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得到是等于21 所以bc呢 就会等于 根号21 以上呢 是第三题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看老师讲解是 他说 假设三角形abc中 好 他的这个三边长的比呢 是根号2 比2 在比上这个 根号3加1 好 那要我们求 第一个 要我们求这个cos a 好 那因为这个是三边的 边长的比 好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这三边 啊 分别有一个共同的倍数 叫做k 好 好 那当然这个k要大于0 好 那 现在要找cos a 好 那我们知道cos a呢 等于2bc分之b平方 加c平方 减a平方 所以我们把abc全部带进来 好 那整理一下 我们会得到这个k 到最后都会跃掉 好 那整理一下 我们得到cos a呢 就等于这个2分之根号3 好 好 那第二小题 它要我们找这个最小的内角角度 所以我们知道 小角当然是对到小边 所以这个根号2呢 好 是这个最小的 好 所以那我们就知道 根号2对到的 就是角a 所以角a是最小内角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利用1 求出来的 cos a等于2分之根号3 那我们现在要的是角a 好 那cos幾度呢 是2分之根号3 好 可以知道 这个是30度 好 所以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最小内角 给求出来了 以上呢 是这一题的讲解 接下来我们来看老师讲解我 好 那他说呢 这个三角形 abc 他的这个三边长 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然后要我们求cos a 然后也要把角a给求出来 好 那我们知道 已知三边长 要求cos a 就是要利用这个 云选定理的第二个式子 好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把这一个关系呢 把它化解成长 这个右边这个样子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找到cos a 好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式子呢 把它展开 好 把它展开 好 那我把它做这个 以向的整理 好 左边呢 我要把它变成b平方 加c平方 -a平方 就是这个 好 所以我把这个-bc 移过来 那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 移过来 好 那现在呢 我再把它两边呢 把它同出于2bc 同出于2bc 那我是不是就找到cos a了 好 所以这个出于2bc 这个出于2bc 那这个bc bc 约掉等于-2分之1 所以第一小题 cos a等于-2分之1 我们就找到了 好 那第二小题 它要我们求 角 a 好 那我们知道 这一个 好 cos呢 这个60度呢 好 cos 60度 是等于2分之1 那现在它要的是-2分之1 所以 我们就要把它推到 这一个第二向线 所以角 a呢 会等于120度 好 以上呢 是这一题的讲解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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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